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大衛 之前我在9月的時候 就已經先幫草莓調好戒指了 那想要參考這一部分的影片 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喔 那我在10月10號 就把所有的草莓入盆了 並且建了一個簡易的遮雨棚 經過了一個月 今天是11月12號 基本上我的草莓部分 已經算是撞苗了 除了部分葉子很醜的 這是夏天度夏的時候受傷的 其他的都長得還不錯 那這次回來種植草莓 其實已經時隔了四五年之久了 去年我有先練習一下 讓草莓先順利渡一下 那今年草莓施肥的重點呢 在於使用有機肥及複合性肥料混合食用 那我使用的方法為 積肥使用肥靜多的酸性肥料有積肥 追肥呢我使用好康多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草莓 現在的效果還不錯 如果你是新手種植草莓 可以試試看我的施肥方法 來練習種植草莓 施肥其實是蠻需要經驗的 在草莓的生長期間 所需要的養分 每一個時期都不一樣 不管你是去看youtuber 或是去社團看一些人的說明 都會這樣子跟你講 草莓生長需要蛋淋甲 還要需要一些中量元素 也需要微量元素 在生長期的時候 草莓要撞苗 所以蛋肥要多一點 天氣變冷了 那你要淋肥 幫助草莓開花 結果了 那要加肥 幫助果子變大變甜 相信很多論壇或youtuber 都會這樣跟你講 這些雖然都是正確的觀念 但我們只是種幾盆草莓而已 又不是種植荷 根本無法做到很精準的施肥 更何況草莓生長速度 有快有慢 你要做到上述的施肥方法 其實是有困難的 特別是對於新手 就更困難了 當然你說你也可以使用酵素肥 但那就是另外一個議題了 我在這邊就不討論酵素肥了 那使用有機肥 來同時作為開花肥 結果肥 其實是十分困難的 你有沒有仔細去觀察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買的所有的有機肥 包裝上它都不會有寫 而且 施用有機肥 到有機肥釋放它的肥效 要多久 它上面寫的都是 你施用了開花肥可以開花 你施用了瓜果肥可以幫助結果 那我就想要請問一下 假如我先放了生長肥後 那什麼時候要放開花肥 什麼時候要放瓜果肥 那施用的份量到底是多少 那我以一般的有機肥的施用 它大概要一週才會有肥力 那要三個月才會完全的釋放肥效 那我們可以想一下 一開始一定是先施用生長肥 那假設在九月份幫草莓施用生長肥 它到12月才可以完全釋放它的肥效 那你開花肥你要幾月的施放 10月還是11月 那開花肥跟生長肥不就重複施放了 不就重疊施放了 那瓜果肥呢 那最後你就會變成生長肥 開花肥 瓜果肥 它的肥效會重疊在一起使用 最後變成肥傷 或者是蜘蛛要損不活 絕對不會像他們講的 喔 用生長肥 葉子長壯 用開花肥 花就變得多 用果實肥 結果就會變多 其實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呢 我今年特別用有機肥混用 複合性肥料來做一個實驗 希望用最簡單的方法來種植 我的目標很簡單 我就是在9月10月養鑽我的草莓廟 那11月開始開花 12月開始收果 那我現在已經到11月了 已經做到開花了 12月之後就可以驗證收果 那我這一套使用肥料的方法 的重點 是滴罐 關於滴罐的說明 你可以參考我的影片 那沒有滴罐的朋友 可能效果就比較差 那我是使用 茶葉袋子 把複合性肥料 包在袋子裡面 然後再用滴罐 直接滴茶葉袋子 透過我每日的自動澆水 我就可以達到薄肥情思的功效 那效果就如影片大家看 效果還不錯 那現在 也 剛講了11月已經開始開花了 那後面陸陸續續都會一直開花 12月份的時候 我再做一個影片來看看結果的狀況 好的 那謝謝各位的觀賞 並且聽聽看我對炒肥肥料的怨言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麻煩幫我點讚訂閱加轉發 謝謝各位